類型的政治人物 但最近滿流行的是 所謂的非典 這個政治人物 也幾乎未為主流 民進黨裡面比較少見 但是現在逐漸窄露頭角 蔡英文 而在國民黨內 則是出現了江儀化將 書生從政的一些典範 我們來看看蔡英文 蔡英文你看學歷多麼漂亮 台大康奈爾大學 倫敦建經學院漂亮 從政非常的順 先幫李登輝先生做幕僚 推薦給陳水扁總統之後 就開始變成大紅龍 重用2000年入委會主委 05年他是要到了 民進黨當部份區立委的時候 民進黨比較拜託他來參加 民進黨的 然後06年的時候 當行政院副院長 江儀化 我們再看蔡英文 經過了選舉的洗禮 他的人氣 他受歡迎的程度 毋庸置疑 那麼江儀化 接下來就要命運這個考驗了 你看也是很漂亮的學歷 台大耶魯 然後當老師一路做教授 跟蔡英文一樣 教授做一做 學而優則是 2008年研考會主委 2009年內政部長 一到2009年內政部長的時候 又不是 我覺得民進黨跟國民黨有差別 就是說蔡英文表現得很好 但是他沒有加入民進黨 民進黨的人 並沒有說自己的 還是怎樣 就是說反正他就很好 但是這個江儀化 至少就我了解 國民黨內有很多的聲音 非常不滿 是國民黨沒有人嗎 用一個有黨籍的 你對國民黨是不認同嗎 為什麼沒有加入國民黨 所以到後來壓力之下 我們看到他去年終於參加了國民黨 然後變成副院長 一路升到行政院長 兩種學者 就是說也是現在出現 學者從政的一個狀況 跟我們先前所看到的 這個選舉草根拼出來的 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這個先請郭大偉來說明一下 你也是名校畢業 這個學者從政 你都熟嘛 你們來評價 其實蔡英文說實在比較不容易 當然他是阿扁提拔 當入委會主委 可是民進黨不是多數黨 可是蔡英文那個時候 就從頭到尾 他內閣排名都是第一名 好幾年都是第一名 那第二個就是說 國民黨是多數黨 一直在修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他居然有辦法讓大家都同意 這難度太高了 所以你聽說蔡英華 蔡英華他當內政部長 大家記得他嗎 而且我不知道他第幾名 你在說蔡英文第一名的時候 我都說不起來 沒有印象 蔡英華真的沒有印象 你不記得他內政部 做過什麼大事 然後他 國民黨現在跟他的關係 也是怪怪的 他還需要去證明 他要推動法案的能力 光他去核四 甚至萬一美豬也跑出來的話 這被捨國民黨都有相當的難度 這考驗你 不過蔡英文證明是 因為有辦法能屈人身 讓法案得到國民黨的接受 這難度很高 因為民進黨事實上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強 所以我是覺得蔡英是真的經過考驗 而且他那個陸委會 剛好是民進黨最弱項 所以他就跟民進黨有一種 很特殊的互補關係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大部分的人都是政治運動 社會運動出身的 像他這樣的人很少 所以那個互補性就 比較 到冥冥之中就開始產生 說一波他來參加民進黨 大家也不覺得說 好像他是突然來的 不過我覺得蠻有趣的 這樣比較這些 他們兩個都是 本來就是 無黨籍的色彩比較濃 但是雖然在無黨籍的色彩 情況之下 蔡英文感覺比較 之前是比較在國民黨系統 李登輝有用他 他有像李登輝 然後這個江宜化 可是那個是兩國論那個時候 所以李登輝已經往中間這邊走 然後江宜化是在台大裡面 感覺是自由派學者 好像照理講 應該要跟民進黨比較親戚的 沒有...也沒有 也沒有 事實上江宜化他本來就是國民黨的 只是他是不積極 一併失聯黨 失聯型的就對了 他只是跟胡佛的 因為是教授關係 所以他認同政治自由主義 可是在行動上 他從來沒有表態過 所以你覺得他很聰明 這也很難說 那就是他的運 怎麼知道有一個人這麼矮 然後你說這個 你寫過一篇評論說他 你期待他會像李登輝這樣 潛榮勿用 靜待機會 加入國民黨 改變國民黨 我是沒有... 你這樣期待太大了吧 沒有啦 我是... 我沒有說他會變成李登輝 我是說那個背景 那個背景 因為李登輝剛開始的時候 台會長他當政務委員中中常委 那個過程也沒有人對他那麼看法 你覺得他有改變國民黨的機會 難度比李登輝還大 變了 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也可以看出這個黨性 這個民進黨那時候是很包容蔡小英 他沒有進入黨的時候 可是江一華受到很大的責難 這兩黨自己有什麼樣不同的特性 博文 其實我覺得拿江一華跟這個蔡英文比 我覺得對蔡英文是很委屈的 因為... 學者從政嘛 對...我這樣講 因為蔡英文他其實在2008年 他做一件讓人很感濕 2008年民進黨真的是盪到谷底 那真的像路邊的死狗一樣 隨便踢隨便踹的 可是蔡英文在那個時候 毅然決然他是扛起了黨主席的重任 你不要用現在的時空去想 你用當時的時空去想 那時候沒有... 經常我們在街上隨便遇到路人甲路人椅都說 民進黨打了二十年爬不起來 這樣的言論在當時是可以說是顯學 可是在當時 蔡英文他一屆的所謂的學者 他有辦法說在黨內迅速 獲得這麼多人的青睞 主要是因為他2008年這樣的一個舉動 而且當時民進黨財務問題也很嚴重 他其實是自己 他當黨主席不知心之外 一直是幫民進黨募款 做了很多財務上紓困的事情 那江一華他其實就純粹就是一個 這個郭正亮郭教授講的 他就有人很愛他這樣 那個有人很愛他 他一路押著其他人讓他坐直升機上來 我坦白講 這個在黨內的分量是不一樣 所以你從來不會聽到有人說去質疑說 你蔡英文為什麼後來才加入民進黨 你黨零幾年 可是會有人質疑說 江一華你為了要做官才加入國民 再重新 因為他本來是失聯黨員 再重新這個說申請 我要成為國民黨員 那這個當然分量差很多